日本新創公司 办公室只有六瓶大 却是32岁台湾女生洪威婷 打造梦想的小田地 どういう風に提案をするか しないか それをクリスタルにちょっと確認して 員工加他只有四人 但洪威婷的室内設計公司 2015年營收卻高達1億日幣 近3000萬台幣 如何擊敗群雄開疆僻土 洪威婷自有一套獨特的金屋書 我們想要確定的是 就是三樓的plan 就是三樓的位置 就是有沒有定下來 我們這邊好像都不喜歡 要加一個門這樣子的 OK 很早就看出 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屋主 不喜歡貴氣 卻流於俗利的裝潢 洪威婷靠著中日雙身帶 成功在日本設計師 及大陸客戶間卡位 插旗中國 將日式典雅設計賣到對岸 那計劃是可以安定的嗎 雖然是老闆 卻完全不擺架子 洪威婷說話聲音細細柔柔 不說不知道 其實她小時候當過歌星 父親正是叱咤台語歌壇 但是記得寶島歌王 洪威婷 心愛你媽媽 不愛你媽媽 一首媽媽的恩情唱得如氣如素 技巧十足 洪威婷從小就接受父親訓練 當過童星也出過專輯 因為家人期盼 有天她也能夠追隨大哥洪榮洪 以及兩個哥哥的腳步踏入演藝圈 比如說我如果走音樂界好了 你唱了一首歌 然後一定家裡的人一定支持點點 等於說就是你做什麼 都會有人管你嘛 但是我其實不是很希望 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決定轉換跑道 在商業界打拼 數字的世界 雖然沒有家人實時提點 但洪家人對作品的堅持 卻再再影響了洪威婷 處事態度 外國人在日本創業不容易 表現會被人用放大鏡掩飾 他必須比別人更勉強 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你要很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培養 然後跟人家低頭啊 拜託人啊 學生時期就積極培養人脈 洪威婷的研究所同學 幾乎都是企業老闆或高階主管 與他們交際勃感情 不只能為日後事業鋪路 也學習到寶貴的領導技巧 小組活動啊 group work之類 我都是當 比如說當老闆的那一個 或是當發言的那一個人 因為我希望自己的應對能力 可以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短短四年 洪威婷就成功打進日本商業圈 站上管理經濟塔頂端 不要讓上下游廠開新房合作 還有不少潛規則需要打臉 那你的公司才剛創業的話 我東西不可能直接賣給你 那這中間就需要有保證人等等的 日本人做生意講信用 洪威婷想到可以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將自己的公司包進另一間室內設計公司裡 除了可以借用大公司光環 消除客戶對新創公司的盈率 還可以用低於市價三分之一的友情價 租下昂貴的商業辦公室 他們也是算是比較算設計公司 然後他們也會發一些工作給我們 然後讓我們度過就是非常地潮的時候 我也是這個公司的作業 已經過60年了 新的公司作業 那就是三十歲的 全成長來成的孩子 我們也會任何人 能讓日籍合夥人高度肯定 就是因為洪威婷工作起來真的很拼 她上回家後 還繼續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我媽媽就是我爸媽 其實是比較希望我可以就是 走他們就是原本走的路 因為他們比較熟嘛 但效果又是優女 然後個性又這麼的自由 我想做的就是跟大家不一樣的 2010年洪一峰病危 洪威婷曾經跟家人一同錄製歌曲 為爸爸打氣 雖然最後他並沒有像三個哥哥一樣成為音樂人 但他相信他在日本打拼的成就 同樣會讓父親感到驕傲 自己也算是白修起家嘛 我們家都沒有靠任何的援助 我其實很希望就是我爸爸可以就是來看看我 或者是說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他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一家都跟日本有著特殊男姐的緣分 洪威婷不只在日本創業更嫁給日本人 當時大哥洪榮宏兄弟父職 牽著他步向人生下一個階段 現在只是換小妹用自己的方式守護家人 我爸爸他創作了很多的歌曲 他的著作權到最後都是被騙走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讓我發現就是交涉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感性體質承載了理性思維 洪威婷沒選擇步上平躍世家之路 卻在另一片天空譜出了自己的詢調